一个独身女人带个孩子 肯定是吃尽了苦头 难为她了 她长得像你弟弟吗 像 你带妈去看她 妈要是看不到她 妈睡不着觉的 别别 妈别别 咱不是 妈妈你坐坐坐 咱不是说好的吗 不是 咱要沉住气 先别打扰她们 这怎么是打扰呢 她是我们陈家的血脉呀 妈 你听我说 苏娜既然选择保守秘密 一定有她为难之处啊 我劝了她半天 她才同意 让小困部门慢慢接触 你现在情绪这么激动 我怕见了面势得其反啊 对 咱们不要这么倘图 这些年 我受了这么多苦难 这么多厄运我都受了 好不容易有一个喜事 我要向前众 你们都别拦着我 都别拦着我 妈 不是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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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不是这一次 我不是 妈妈妈妈妈 不是这一次 不是这一次 您别激动 这些年您受的苦 我们都知道 现在陈昆有了儿子 陈家有了后代 我们都挺高兴的 都挺想去放放鞭炮 去去煤气 可现在情况不是特殊吗 我就想看看那 那把照片也好 就看一眼就看一眼 妈 要不这样 咱们过两天啊 去小朋友幼儿园 咱们隔着门看他一眼 先别上去说话 行不行 只能隔着门去看他呀 咱就一步一步来 把这个好事做实了 对 咱们听陈爷的 慢慢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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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别哭啊 别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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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呀 哪个 就就就就那个 那个 哪个 玩那个粉色轮胎那个 就那个 白色那高领的那个 就那个 我看见了 看见了 我看见了 哎呀 长得好像陈坤啊 像明明明多可爱 不是 这这这么远 你哪看得清啊 我能看见 我能看见 哎呀 好瘦啊 那是不是营养不良啊 那可能是肚子里有蛔虫啊 行了 也看过了 咱们改天再来吧 等会儿 等会儿 我 我再 我再看点你 哎呀 过来了 过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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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野叔叔 哎 小关 你好 奶奶 哎 你好啊 陈野叔叔 你是来看我的吗 对啊 是来看你的呀 来 回教室了 我们回教室了 小贺回教室了 我要走了 再见陈野叔叔 再见奶奶 再见 再见 好了 妈 满足了吧 不像做梦一样 醒来以后 有那么一个大孙子 走吧 改天再来 走吧 妈 走了 好了 请 虫娜 我们 就是 来看一眼 孩子 什么都没跟他说 你别误会啊 阿姨好 你好 晨曳 上次的事儿 我想明白了 过去我总以为 只要自己足够努力 就能让小坤跟其他孩子一样幸福 是我太自私 太想当然了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 我应该让他拥有更多的爱 拥有正常的生活 阿姨啊 对不起啊 我以前太莽撞了 给你和叔叔添了不少麻烦 不不不 是阿姨做得不好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这么多年 好辛苦啊 你是怎么过来的 阿姨 好 红花六颗 毛人十二颗 狗棋子 六 三十颗 穿衫甲 穿衫甲 十二颗 等等 什么呢 怎么还有穿衫甲呢 这是专制妇女不孕的偏法 穿衫甲我 我没听错吧 你 你这个偏方靠不靠谱啊 别到时候我我吃穿衫甲 我没生出孩子 我生出一穿衫甲来 怎么那么多呀 这 你当我是神农昌白草啊 可惜啊 这个药方爸爸不能吃 要是我吃了管用的话 我就给你先当一回神农 我先替你吃了 吃了效果好 再给你吃 怎么样够意思吧 干嘛 休了 你也别急了 人家都抱着大孙子了 不差我这一个半个 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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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的孩子是人家的 他成家抱了孙子 不等于你有儿子 懂了吧 穿衫甲 挨拙 怎么就会这么巧呢 也是啊 这程也家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 要是写进了这个故事会啊 能连载一年哪 什么呀 可 不不也没办法呀 谁让我是人家媳妇呢 我当然不想跟着掺和 也躲不及啊 爸 你知道吗 我婆婆挑了一个黄道吉日 说是请苏娜和小坤吃饭 做一个正式的认亲 这么快就认亲啊 这还快呀 老两口都迫不及待了 每天到那个幼儿园去 等小坤放学 就是为了看他一眼 听他喊一声 爷爷啊 奶奶 这要是一天看不到啊 两个人就跟丢了活似的 这个认亲可是个大事啊 我听说现在有一种高科技 叫滴滴滴滴 滴滴滴 对对对 就是DNA 他们怎么也不去验一验啊 你看他们家好像没这意思 也是 你比方说 你现在掉进了泥潭里面 有人跟你伸过来 一根树枝 你肯定紧紧地把它装住啊 你不会去怀疑 这真的来救我呢 还是骗我 有时候啊 相信 还真能救命 有时候 我已经知道了 你肯定也会是 还是 你肯定要有什么 你肯定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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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坤 也要不许叫我叔叔啊 要叫我大拜拜 听到没 大拜拜 乖 在我们家就是一个苦劳力 谁都能支持他团团转 您啊 就在小坤面前 可以一耀武一耀威的 陈妍很顾佳的 前段时间小坤生病啊 我乱成一团了 多亏着他帮忙 是吗 我说的是他帮了我很多忙 所以他一定是个顾佳的人 是吧 好啦 别 别站这儿说了 咱进去吧 那个爸妈都等半小时了 走吧 你也别紧张啊 反正爸妈你也都见过 就走个过场就是了 他在叔叔身上 放手 快